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 梁洛诗变得活跃起来 时常在社交平台摔动态 冬至时 梁洛诗在社交平台写下让人感觉有深意的话 愿我活得有乐透 事业有奔头 如意郎君在前头 爱是李泽楷就是他的如意郎君 虽然两人分手十年了 李泽楷一直在等自己 刚过了一个多星期 梁洛诗又在豪宅晒出气球罩 上面写着伊沙贝拉爱理查德 伊沙贝拉是梁洛诗曾经主演的一部电影 用这部电影名来暗指自己 而理查德是李泽楷的英文名 他通过发文来表示自己对李泽楷的深情 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们已经复合了 紧接着 在新年 梁洛诗又晒出了美照并配纹 祝你们健康 平安 喜乐 照片中的他身穿红色毛衣 晒出一脸开心的笑容 当时李泽楷很可能就在边上陪他们母子四人过新年 从梁洛诗的连续晒照中可以看出 他在宣誓主权 表明自己和李泽楷的感情很稳固 在梁洛诗动作频频之时 林轩宇主动出击了 2021年初 李泽楷开了经纪公司 第一个签约的艺人就是大麻女神林轩宇 由于李泽楷一直在美国忙着复卫保险上市的事情 为了就近照顾女神 他把林轩宇接到美国的豪宅居住 并且花费重金 请名师教 教她绘画 练字等 提升女神的气质 面对梁洛诗的高调 林轩宇在社交平台 晒出了一张情侣素描画 素描中 男主亲密地把女主搂入怀中 两人感情很甜蜜 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他用男主暗指李泽楷 女主指自己 向外界宣示两人感情甜蜜 郭佳文忍不住了 晒途表明态度 林轩宇和梁洛诗早就在宣誓主权 在李泽楷的前女友梁洛诗 和绯闻女友林轩宇展开争斗时 郭佳文这个名义上的正牌女友忍不住了 也在社交平台上晒照反击 虽然在外界去年一直一度盛传 他和李泽楷已经分手 但是只要没有官宣 他还是李泽楷的正牌女友 只见郭佳文 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干儿子领奖照 并且佩文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 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 共勉之暗示着和李泽楷一直没有分手 自己并没有打算放弃这段感情 态度很坚决地表明 自己才是李泽楷的正牌女友 用一张干儿子的照片来暗示李泽楷 他也想要一个孩子了 郭佳文陪伴李泽楷五年 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男友 希望能为男友生儿育女 这样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 面对郭佳文这个正牌女友 晒照发文宣誓主权 林轩瑜一点都不在乎 接着在社交平台又晒出一张情侣题材的素面 来暗示自己才是李泽楷最宠爱的那个女人 不知道接下来郭佳文会如何接招 梁洛诗会不会做出新的反击 李泽楷在忙着生意 他的后宫团们一点都没有闲着 各自晒照 晒图 发文 宣誓主权 都想读得他的宠爱 面对后宫团们的争宠 李泽楷并没有表明态度 可能他很享受被众多美女争宠的感觉吧 这样充分满足了他的大男子主义思想 梁洛诗 郭佳文 林轩瑜这三个女人中 郭佳文的戾气是和李泽楷的五年感情 林轩瑜的武器是年轻 貌美 而梁洛诗的法宝是三个儿子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 李泽楷西夏 只要梁洛诗生的三个儿子 未来他也没有再生子的打算 不管他赚了多少财富 很大程度上会留给这三个儿子 梁洛诗才是最大受益者 郭佳文和林轩瑜能成为李泽楷的女友和绯闻女友 证明这两个女人也是不简单的 如果说他们对李泽楷爱得深沉 那未免有些可笑 若李泽楷只是一个普通的五十多岁的男人 他们可能都不拿正眼瞧他 之所以他们争夺李泽楷的宠爱 那是因为李泽楷能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 李泽楷在商场打兵几十年 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识过 他也知道这些年轻貌美的女人 黏着自己的原因 不过他们在一起都是各取所需 一个想得到陪伴 一个想得到财富 双方也是各不相欠 在现阶段 李泽楷也不可能表明自己的态度 等到他年纪大了 就想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最终可能还是和梁洛诗在一起 因为他们之间有三个儿子作为联系的纽带 这份血脉亲情是割不断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 一个女人不能做男人的寄生虫 看男人的脸色生活 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修养 这样才能变得强大 得到别人的认可 一入豪门深似海 豪门的媳妇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能成为豪门媳妇的女人 不但需要超出常人的忍耐力 还需要一定的能力和情商 只有这样才能在豪门中立足 否则就会成为豪门争斗的牺牲品 梁洛诗曾经说过 自己的一辈子相当于比人的两辈子 和李泽楷分手的这些年龄 梁洛诗从没和李泽楷附和过 相信梁洛诗早已对李泽楷死心 梁洛诗手握三张王牌 就算不是李家女主人 但依然是李家的坐上宾的身份 让梁洛诗就算这辈子不工作 也会衣食无忧 但是他却仍然选择冲刺事业 说明他已不想再做男人的不足品 他想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并成为孩子们的骄傲 大概在这些年 梁洛诗早已明白 再有钱的男人也靠不住 就算女人给他生了三个孩子 也仍然会面临分手的命运 女人想要过得好 只能靠自己 谷教文现在走的这条 依附男人的路 是梁洛诗曾经走过的 梁洛诗知道结局 所以他不愿意和国家文斗 不得不说 梁洛诗确实比国家文先走了一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转发愿者 李宗昌 耀先 拒绝 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旅行 最后 在此 并不ña 中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